花109年前,这位法国人拍下七万两千张中国彩照,记录下清朝的灭亡。 彩色记录中国第一人109年前,一位法国牛贩子的儿子不曾想也不敢想。 他这一生能环游世界,而且能跟古老神秘的中国产生关联。 1860年3月3号,Albert和卡恩生于穷困之家,父亲是个牛贩子,母亲则是家庭妇女,整天忙于照看四个调皮的孩子,卡恩作为家里最小的儿子。 聪明伶俐,得到了母亲格外的疼爱,但这份宠爱到他十岁那年,戛然而止,常年的饥饿和辛劳。 让母亲身患重疾过早离世,悲伤的父亲难以接受这一事实,带着几个孩子逃离伤心的。 居家搬到圣米歇尔,靠做一点小生意艰难度日,也正是在这座朝圣吃的,机灵的卡恩开始接受教育。 他的聪慧连老师都大为压抑,一个先前从未接受教育的小孩子,怎么可能有如此独到深刻的见识。 18岁那年,因为聪慧,胆识过人,他被破例选入巴黎,进入蒸蒸日上的银行业。 从一名小职员做起,人才积极的巴黎,尤其是银行界,遍地都是聪慧过人的金融大额。 这让卡恩倍感压力,他不甘心一辈子,只做个稳定的小职员,白天在银行工作的他,晚上就抓紧一切时间,向一师一有的Henry Berks学习,从岌岌无名的小职员。 他在欧洲最重要的金融机构担任首席,卡恩奋斗了整整十三年,但那之后十几年间,他的事业顺风顺水,卡恩成了欧洲数一数二的富豪,物质生活的极大满足。 很快让卡恩感觉人生无序,1907年一个偶然的机会,他接触到卢米埃尔兄弟发明的,画时代彩色照片拍摄工艺,要知道在此之前,整个世界在镜头中都是黑白。 而卢米埃尔兄弟创新新地,将然有三原色土豆淀粉均匀涂在玻璃干板上,实现彩色正片感光。 镜头下的彩色世界,瞬间点燃了卡恩的拍摄兴趣,紧隔一年,他拼用的摄影时便拍到了。 来特兄弟试制飞机的彩色照片,对拍照上演的卡恩,产生了一个宏大的构想。 要在全球范图内开展拍摄计划,建立彩色的地球档案,因缘巧合,1909年卡恩和助理来到中国。 彼时慈禧刚刚去世,蒲仪登记,封建地质被推翻前的中国,被卡恩一一用相机记录下来,在市集出售对联的商贩黎江,编的少女卖糕点,的老人满足,的村落民居各处知名的建筑与美景。 长城天坛紫禁城北京牌楼一和园十七孔桥,一和园十坊中楼北京十三陵济南大明湖。 沈阳街景在中国的土地上,卡恩游览了北京、山东、内蒙古等众多地方,拍下最早记录中国的彩色照片。 具有极其珍贵的历史意义,不仅如此,卡恩还一拍就上映,离开中国三十多年的时间里,他前后雇佣十一位摄影师,便由世界五十多个国家拍下七点二万张彩色玻璃正片,以及长约一百分钟的电影胶片。 他立下志向有拍变世界,不料五十多个国家的拍摄耗费了大量金钱,而下巧又赶上一九二九年经济大萧条,卡恩一夜破产,苦苦支撑到一九三一年,曾经自家的庄园,也变成工家的花园,卡恩不得不被迫终止拍摄。 他一生做事不张扬,胃后是留下大量珍贵的照片,但也正因常年在外奔波,他一生单身无子嗣,曾经欧洲数一数二的大富豪,一九四零年去世时,苦苦伶仃,身无分文。 当时没有人理解他做的这些无聊傻事,甚至有人骂他造作的白痴,直到二零零八年。 BBC才为其出版一本摄影集,永久藏于法国博物馆,他的远见和贡献才被人赏识。 一百年后的今天,我们有幸再看到这些照片,真是万幸,本文转字,绿叶青草。 我现在来看的一张照片,真是万能回事。 感谢观看